OK 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圣志第一章的第七次的学习 下一周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就到了第二章以后了 第二章以后呢 我们就是按照应给的一些建议 我们选择的性的学习 而不是全部一点一点完全往下学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提纲协领抓住一些重点 处于善与真的事物是真实的 处于恶与假的事物是不真实的 从十一节可以看出 处于善与真的一切是真实的 由此可知 处于恶与假的一切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 意味着它没有力量和属灵的生命 那些处于恶与假的人 所有这样的人都在地狱 在刺激人中的确有力量 因为凡邪恶者皆会作恶 并以上千种方式为之 不过 他只能通过坏人的邪恶 对他们邪恶 却不能伤善人分毫 除非善人加入其邪恶势力 这种情形 有时也会发生 这就是试探的根源 它是与人在一起的恶灵的侵扰 自此战斗接踵而来 善人通过这斗争 摆脱自己的邪恶 由于恶人没有任何力量 所以整个地狱在主面前 不但什么也不是 而且完全没有一丝力量 我通过大量的亲身经历 已经见证过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恶人都认为自己是强大的 而所有善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能力 这是因为恶人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强大 因而归于轨迹与阴谋 与主无关 而善人丝毫不归于自己的智慕 而把一切归于全能的主 此外 恶与假都不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 这就是为何地狱生命不叫做生命 而叫做死亡的原因 因此既然真实的一切属于生命 那么不真实的一切只会属于死亡 投身邪恶 同时却又掌握真理的人 好比飞在高空的鹰 被剥去翅膀后 塞了下来 因为这些人死后成为灵 就是这样 他们曾理解真理 也谈论和教导他们 然而在生活中 却从未转向神 其认知将他们提升到高处 有时他们进入天堂 将自己伪装成光明天使 但当被夺去真理逐出天堂后 就栽落地狱 此外 应象征有知识是也的 掠夺成性之人 翅膀则象征属灵真理 我提到过 这就是生活中不转向神的人 生活中转向神 意味着会思考这样或那样的邪恶 是违背神的罪恶 因而不去作恶 主的圣志使恶与假的一切服务于平衡 对照与进化 因此服务于他人里面 善与真的结合 由从上所述明显可知 主的圣志一直不断地运行 从而将人里面的真与善和善与真 结合起来 因为这种结合既是教会 也是天堂 这结合在主内 也在由他发出的万有当中 正是由于这结合 天堂被称为婚姻 教会也是 因此在生年中 神的国被誉为婚姻 也由于这结合 以色列教会的安息日 是其敬拜中最神圣的事 因为安息日象征这结合 因此在圣经中 无论通篇还是每一部分 都有善与真的联姻 对此可查看新耶路撒冷 知圣经篇 善与真的联姻 来自主与教会的联姻 同样来自主内 爱与智慧的联姻 因为良善属于爱 真理属于智慧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 圣智永不停息的致力于 人内良善与真理 和真理与良善的结合 因为人就是这样 与主结合的 好 这一部分 就读到这了 我们 我们现在 等一下 我补她 大家能看见我的word吧 好 那宝学师你读吧 你来读 好的 感谢主 这是 耶恩牧师呢 给 令和 光呢 写的这封信 就是 关于今天晚上学习 方面 需要强调的 两个教导 我现在开始 咱们 周三晚上 学习的材料中 有两个 需要强调的教导 第一个 是能力的实施 第二个 是我主 怎样 使用假的 和恶的东西 来关注 和引领 我们成长 咱们 咱们先 思考一下 学习材料中 对于 能力 的 实施 的教导 要注意的是 在我们面前 是对于 能力的实施 的 具体 定义 这个能力 并不是 指毁坏 和催垮的 能力 那是任何人 都能做的 有的人 能对他人 行使 狂权 严厉 这 我们都能 领会 无论 男女 总裁 就是 要在 他们 被 任命的 公司中 对员工 彰显出 无限制的 权力 政客们 也要在 政府事务 和普通 公民的 生活中 尽情的 彰显 权力 之所能 他们的 这种权力 也许 尚且 被 称为 权威 好了 其言之 所有 是那些 权贵 和 政客 或是 独裁 是 苍白 无力的 我是说 他们 所说的 甚至 演讲 可能 是软弱的 无能力的 也没有什么 货真 价实的 东西 但我们 这里 所讨论的 能力 是一种 内在的 能力 这就如 我们常说的 那曾经 那曾是一次 极有 能力的 演讲 也会说 那位女士 所说的 曾 留给我 极有 能力的 震撼 之力 如此 这能力的 实施 触动了 我们 灵魂的 深处 如此 问题 也许来了 为什么 同样 是说话 有的 说出来 极有 能力 而有的 说出来 却丧失 能力呢 为什么 同样 是在 做人 有的人 极有 能力 的 实施 有的人 却 没有 能力呢 我们 也可以 很清楚的 从 圣经 中 看到 那些 喜悦 被主 带领 能活出 从主 赐予的 生命的 就有一种 从主 而给予的 特定的 能力 那些 不爱上主 对上主的 引导 不感兴趣的 而是 宁愿 在生活中 择选 邪恶 和 虚假的 就没有 这种 能力了 恰如 圣经中 所记录的 先让我们 看看 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第二十八 至三十一节 你不知道 你没有听过吗 永在的神 耶和华 地级的 创造主 既不 疲乏 也不 困倦 他的知识 无法 测度 疲乏的 他赐气力 无力的 他加力量 就是年轻人 也会 疲乏 困倦 强壮的人 也会 全然 跌倒 但那 仰望 耶和华的人 必重新 得力 他们 必像 鹰一样 展翅 上腾 他们 奔跑 也不 困倦 他们 行走 也不 疲乏 这是不是 非常 有意思啊 有一些人 我们可能认为 他们或许 很有 这种能力 其实他们 没有 没有 这种 主 赐予的 特殊 特定的 能力 然而 等候 耶和华的人 却 实实在在 有 这种 能力 他们感受到的 是这种 主的 特定能力 尽管 他们在 肉体上 可能是 软弱的 圣经中 的 一个 故事 就说明了 这点 咱们来看 事实记中的 参孙 特别是 十六章 十七节 参孙 就把他 心中的 一切 告诉了 他 女子 变了他 对他说 向来 没有人 用剃刀 剃过 我的头 因为 我自出 母胎 就归 神 做 拿西尔人 如果人 剃去 我的 头发 我的 气力 就 离开了 我 我就 软弱 无力 像 所有人 一样 当 参孙 顺 从 主 持守 主的 道 他就 非常 有主 刺的 特定 能力 而当 参孙 始于 在 淫欲 和 无序中 生活 头发 被剪掉 时 他就 失去了 所有的 特定 能力 由于 恶人 没有 任何 主 特定 的 能力 所以 整个 地狱之人 在 主 面前 不但 什么 也 不是 而且 完全 没有 能力 当 参孙 失去了 主的 特定 能力 后 就 弱的 像个 孩子 我 听过 很多 很多人的 故事 他们 真诚的 发自 内心的 传扬 上帝 的话语 他们 所 说的话 就 具有 主 赐 特定 的 巨大 能力 以 惊人 的 方式 改变了 他人的 生命 耶和华的 声音 大有 能力 耶和华的 声音 震断了 香柏树 耶和华的 声音 带着火焰 劈下 耶和华的声音 震撼 旷野 这是诗篇 二十九篇的 四 节 后面 神的话 是活的 是大有能的 比一切 两人的剑 更丰利 甚至可以 刺入 抛开 魂与灵 关节 与骨髓 并且 能够辨明 心中的 思想 和意念 这是在 西伯来书的 四章十二节 我们现在 需要看一下 第四页上 说的内容 出于 假 丑 恶 的那些人 所有的 他们 都是在地狱里 他们 在他们 同类中 似乎有能力 那是因为 邪恶的人 都会 以千万种方式 作恶 但邪恶之人 只能 以邪恶之能 行他们的 邪恶之事 这是在对我们 说什么呢 地狱之子 对地狱之之子 颇有能力 那是因为 他们 唤醒的 和 召集的 也是 地狱之子们的 邪恶 当地狱之子的 邪灵 对我们的 今生 今世 采取 行动 的时候 也不过 是如此 地狱之子的 邪灵 在我们的 内我中 找到的 那些 非 主旨的 东西 如 藏物 纳垢的 邪恶 或是 没被我们 意识到的 假丑恶 在 邪灵 唤醒中 试图 使他们 活起来 使他们 吸引力 充足 使他们 受到 辩护 还试图 舒服 我们 那样 并没有 什么 不可以的 正像 史维 等 保 说过 这 就是 诱惑的 发生 或者试探 或者试探 或者诱惑 我们 统统都用试探 不要 但我们 无需 惧怕 上主 是我们 不断 思想的 上主 耶稣 基督 是复活了的 上主 是 有 全知 能力的 耶稣 说 我把 这些事 告诉你们 是要 使你们 在我 里面 有 平安 在 世上 你们 有 患难 但你们 放心 我 已经 生了 这 世界 这是在 约翰福音 十六章 三十三节 而且 耶和华 是我的 亮光 是我的 救恩 我还 怕 谁呢 耶和华 是我 性命的 避难所 我还 拒 谁呢 诗篇 二十 七章 一节 第二个 是我主 使用了 假的 和恶的 东西 来关注 我们 和引领 我们的成长 即使是 邪恶 是的 即使是邪恶 上主 也确保了 会应用于 主的 目的 主的 圣志 使一切 邪恶 与 虚假 在提高 平衡 比较 和净化中 被使用了 因此 有益于 人们 的 内我中 良善 与 真理的 结合 我们 我们听到 有关国家 和国家 之间 个体 和个体 之间 对彼此的 可怕的行为 希望 这能 发挥 经验 教训的 效用 我们 也会 因为 恐惧 而 退缩 我们 下定决心 甚至 比 以前 更 强烈 自己 永远 不要 做 这种事 下周 我们将 继续进行 这个话题的 教导 也就是 主的 圣志 使一切 邪恶 与 虚假 被用于 平衡 对照 与 净化 因此 有益于 他人 里面 良善 与 真理的 结合 耶恩牧师说 我非常 期待 这次 学习 愿主 在我们 学习 思考 主的 爱 和对我们的 目的的时候 赐福 并 启示 我们 Pastor Ian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 你可以 ot 开始 Yin's microphone OK It's all right now, isn't it? Yes, OK All done Thank you, it was great So clear That was two Topics That's very important Two points, I mean They're good points They're very good points, Sean Yeah, very good points Yeah, very good points How did you get on, Lin? Yeah, good I'm ready to translate Yeah, go ahead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Before we go, Lin Before we go Did you want to ask any questions Or do you want to give any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Operunity to ask questions מדermor I'm reminded of what Jesus said Let your communication be yes or no A yes or a no can carry a lot of power We can underestimate the great power Which can flow into an opinion I mean a God-given opinion Or upholding what we believe from the Lord To be right and just and fair There's great power in that There's great power I mean you just take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23rd Psalm You know when so many times I've been with somebody who's been dying Or has been in a lot of difficulty And I have just repeated Because I know it in my memory I've just repeate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He makes 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 He restores my soul Just saying those few sentences Has a tremendous power On people Who are facing You know some of life's great challenges So I've You know in truth Lyn I've sat beside the beds Of dying people And maybe held their hand And just repeated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t's incredible The way it calms them down And gives them And gives them A lovely peace Before they cross over Thanks Lynn Thank you Ian And刚才 In就是主要是讲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讲出的话 其实是都有 一定开始 就是说带有一定能力的 比如说 耶稣也讲了 你说yes 就是是 或者是no 或不是 都是有 In说的 Sorry In说的就是 主题是我们在读这个神的言语 圣经的言语 比如说就是在很多次的情况下 他都在这个背诵这个诗篇的23章 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有些情况 我来我来读一 我来读一段 就是诗篇二四三章 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OK Go ahead 谢谢 就是说 甚至有些人在他的这个 就是病塔上面 甚至是在临死前 在印拉着他的手 就是说在背诵 就是说在说这一段 神的言语的时候 所达到的这个力量 和他的这个言语的能力 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体会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用神的言语 那确实是 那个力量是确实是很一般的 Thank you Ian Then I also as you were talking just then started to think about the the power in the things which Jesus said I think just then about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you know he he wasn't a Jew he was a Samaritan but he stopped to give help to the man who had been set upon and and beaten up by robbers going dow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and that story has had the most incredible power over the centuries ever since reminding us of needs of people who who have been in distress or in need so you know power is not in aeroplanes and big ships and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that the power that really matters is in all that the Lord holds up for us thanks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Ian 刚才 Ian 就是 讲到 那个 圣经里 那个 耶稣 讲的 那个 故事 那个 Samaritan 中文是什么 那个 庞斌 突然我反映不过来 我现在 那个 上 你知道吗 Samaritan 那个 那个 上马利亚 上马利亚 耶稣 耶稣讲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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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吗 就是说 有一个人 倒在街边 他已经就是被打呀 伤得很重 言言言息的样子 就是 两个那个 法老啊 从 过 根本就跟没看见一样 因为在这个 当时这个 耶稣的时代 这个 萨玛利亚人呢 他们是属于外邦人嘛 所以好像他们没有这个 神的这个力量 但是这个 萨玛利亚人 他一看到这个人 这种情况 就救了他 而且还给了这个店主的钱 让店主去照顾他 就像这个故事 实际上也是 就是说 带着神的这个 这个言语的能力 在很多情况下 都可以 就是说 来应用 谢谢 好 萨玛利亚人的故事 是个非常 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代 当代 在西方的 甚至在政治生活中 都经常把这个 好像做一种 标准的 标准的形象 来说 好的 谢谢 就是你的 心理的 这个良善 这个是决定的 这个社会地位 这个所谓的 信主不信主 这个都 没有关系 就是 犹太人的这个传统 认为 萨玛利亚人 那个他信仰 是不正统的 他们是 他们好像是 不是不仅仅是外邦人 好像他们就是 本身是不 身份是 身份是比较低级 对 罪人 他们是罪人 而走过去的 法利塞人 确实地位特别高的 对 就是法老 不是法老 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但是法利塞人 却没有爱 OK 林 你 must have similar memories of things that have had great power for you in your life all of us must have had things that have had great power examples of other people or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have said which ultimately are from God's word but they have tremendous power on us when we hear them there'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something which is drawn from God's word nothing more powerful maybe a year or two ago when many years ago I lived in Sydney and I was crossing one of the busiest intersections in Sydney when everybody was leaving work to go home and they were all rushing towards the main train stations and so on and the bus stations and there was a blind man by himself com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and a man who up to that point had been rushing across the intersection like everybody else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intersection went across to the blind man and then turned around and took the blind man safely to the opposite and other side of the road and walked with him to where he needed to go in other words he sacrificed getting on the train that he wanted to get on to he he saw the needs of this blind man as being greater than his own and that had a tremendous a very powerful impact on me I've never forgotten it thanks thank you thank you Ian Ian 就是说 在悉尼的时候 他能在悉尼工作吗 他特别能够 对他 有 非常大的触动 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 在悉尼吧 他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 非常非常的这个人非常多 大家都这个急急忙忙的过马路 或者是要到这个火车站 或者要到公公汽车站 这时候有一个这个盲人 他就从相反的方向过来 他等于就是来到这十字路口 站在十字路口中间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呢 就能够自己停下来 这个 帮助这个盲人呢 固着这个盲人啊 一起到了他所需要的这个方向上 到他所需要的地方 就等于是过了这个十字路口 当时硬看到了以后 他就深知道 当人人都非常着急的 向着自己的这个终点 不管是火车站 汽车站或者什么样 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 人人都在这个赶时间 那这个人他就可以牺牲自己 要干的事情 来帮助这个盲人 当时就对Yin的触动 就特别特别大 其实我们生活中 都要这样的例子 Thank you Ian Thanks Lenny Does anybody else want to comment Lenny? 大家有什么 讨论的吗? 我看见一采来了 非常欢迎一采 这个 王一采是吧 应该是王一采 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学习 非常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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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麦克风是关着的 你想说话可能也说 别人听不见 好 现在可以了吗? 谢谢 可以可以 非常欢迎 You will have a new friend Oh lovely Welcome Thanks Her name is Yi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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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kai Yikai People always call me Yi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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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Yikai 你第一次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会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提出来 谢谢 Lin another example of course is when Martin Luther King in America gave that speech I have a dream The dream You know He called on the Bible To You know The Moses and leading the people out of Israel And You know What is it He made that speech around about 1964 65 I forget which But here we are 60 or more years later And people still quote it Still remember Still remember it And And nobody doubts The great power That speech had Contributing to the Breakdown of Racism And You know The anti-Negro Sentiment And feeling That there's been In America So You know I truly do believe Lin That that speech Took its power Because it was Based in the Bible Itself It was based In God's word Thanks Lynn Thanks Ian 又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1964年 65年的时候 这个 Martin 路德 他 就会 有一个 就是 梦 实际上 他 就是 梦到了 这个 圣经上的 那个 主带着 这个 以色列人 来 这个 到他们 这个 主位 上帝 给他 设计的 这个地方 出的 临出埃及 然后呢 他实际上 路德 他有一个 讲演 他的讲演 就用了 这个 他的梦 也就是 他的这个 圣经上的 这个故事 来描述 这个 当时在美国的 这种 种族歧视 对于 黑人 他的 这个 命运 当时 这个 讲演 就是 印得很 记得很 清楚 就是 对他的 整个的 触动 和他的 对他的 影响 都是相当 相当 大 有时候 在我们 生命当中 就是 只要是 按着 主的 这个 言语 去 讲 去做 那么 对旁边 的人 就都会 有一些 触动 或影响 或者 有这种 能力 实际上 不是我们 老师主 在影响 哪一个人 OK Lynn I want to slightly change the subject it's still about tonight it's about evil spirits having power over us evil spirits having power over us it's in the study notes tonight but evil spirits only have power over us if they find in us in us something like I said in my own notes something that is not of God in us that's when they have power in us to give you a simple example we as Christians believe what the Lord said that we should forgive each other seventy times seven now if we truly believed and truly practiced it evil spirits would have no power over us whatsoever when it came to disappointment or something somebody had done to us or said about us or whatever but it's because because deep down somewhere hidden away we have some resentment or ego or whatever that the evil spirits are able to find that and then they bring it to life so that's what it's meant that's when they have power over us when they find something that's not of God in us that's when they have power over us thanks very important yeah that Ian just 讲了 很重要的 一点 就是说 刚才我们 讲了 就是说 主的言语 有很大的 能力 来影响 我们的 生命 鬼神 他的 灵 鬼灵 他也 有 他的 能力 来 影响 我们 如果 我们 不是按照 主的 言语 去做 或者我们 没有把 爱和 智慧 结合 起来 按照 主的 言语 去做 如果 我们 会有一些 这个 就是说 和 这个 Evil Spirit 就 鬼灵 相符合 的 地方 他就会 来 侵蚀 我们 影响 我们 所以 今天 讲的 课里 很有 分量 的 点 就是说 当你 自己 是与 主在 一起 的时候 完全 与主 在一起 的时候 这个 西旦 或者是 撒旦 他就 对 你就 没有 力量 映据了 一个 例子 就是 圣经 中 耶稣 讲 你要 宽恕 别人 或者 饶恕 别人 要 七十次 再加七次 就是说 你真正的 从心里 去 饶恕 别人 这个时候 所有 你所 遇到的 这些 让你 失望 也好 让你 受打压 也好 这种 东西 对你 来说 就 没有 能力 没有 力量 来影响 你 因为你 所有的 你都可以 宽容 你都可以 就是 let it go 就是说 放掉 而且你 因为放掉了 这些 你才能够 真正的 集中在 主的言语上 所以就是 如果我们 就是说 在我们 灵魂深处 在我们 内心深处 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怀恨在心 就是 或者是 不能饶恕 这个耿耿于怀 这种东西 在我们内心 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鬼 就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evil spirit 就是这个 邪灵 就说邪灵 就行 邪灵 对 邪灵 这是个 邪灵 邪灵 就会 在我们的身上 就会有 能力 来操纵我们 控制我们 所以就是说 真的是 就这 这两次课 其实讲的 都是 这一回事情 就是说 我们自己 真实的 能不能 从我们的 内心 内在 能够和主 在一起 真正的 按照主的 这个言语去做 这个是 确实对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 是一个开关 sorry 能够决定 就是说 这些邪灵 能不能对我们 有作用 因为 我们说 about the marriage between love and the truth yes and I was thinking that you know in our daily life if we don't do what God says and don't have this marriage basically everything we do is void that means is wasted in a sense in a sense it is in a sense yeah interesting very you know many start to realize that you know how important we fall can I just clarify that it's wasted on us it's not necessarily wasted on other people to give you an example the marriage of good and truth may not exist in my heart but I go next door and help them do something which they couldn't do themselves now the my going next door and helping them is wasted on me personally when I haven't got marriage of good and truth but still what I did for them is still useful is that can you see the difference I'm trying to ma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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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ly yeah yeah 刚才 就是 我在 就是想 就是 从上次 学习到 这次 学习 我都在想 就是说 如果我们 内心里 没有真正的 爱和 真理 的 结合 实际上 我们 做的 是在这个 世界上 做的 事情 是和我们 就是说 是没有什么 效力的 就是说 你表面上 就是说的 挺好 但是你 或者你 就是说 表面上 想做一些 事情 来让别人 觉得你很好 而不是 真正的 出于 这个 良善 但这种 东西 实际上 是浪费的 就是说 还做 实际上 这个 但是刚才 印呢 又强调了一点 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对我们来说 是没用的 但是当你 做好事的时候呢 虽然你 自己 内心里 没有这种 这个 良善 和真理的 结合 但是 别人 不知道 你对别人 还是 应该是 有用的 那就是说 这个东西 所以就不能 那么绝对 就是说 有的时候 做一些表面的 好事 对别人 可能还会是 有帮助 也可能 别人 会感受到 主的爱 和这个 这个良善 但是对你自己 实际上是 没有任何用处的 就是在你的 这个 灵性成长 中 没有任何用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八点 已经到了 是快到了 对 对 对 大家有问题 赶紧提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 赶快说一下 Lin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else is it okay Yes please Lin I just wanted to move slightly into another area it's that second section of what I thought was important in tonight's study notes the way the Lord makes use of what is false and evil in his care for us and in his leading of us there's nothing I'll put it this way there's nothing that happens in this world that he doesn't use in some productive way to help to help us either collectively or individually towards a better life I'll say that again there's nothing that happens nothing whatever good or evil nothing happens that the Lord can't that the Lord doesn't use to both for the collective and for the individual eternal purposes he created us for that's just such an important thing I'll let you translate that because I want to go on and just say something else about this yeah I will translate but I want to clarify is this for the people who love God did you just say that again yeah is God put everything for the good of all who love him he does yeah so what do you just I understand that but but even and that's very very true I mean that's scripture and I'm not for one minute but even for people who don't love God he is still trying God is still trying to make use of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wake up th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him or believe in a spiritual life to wake them up to a greater purpose in life a spiritual purpose in life and 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 or two of that but I'll let you yeah yeah 刚才 印就是说 他强调 他今天的 讲的第二 第二段 或者第二点 就是说 我们的主 会利用 所有的 邪恶 和邪灵 不管什么 来达到 他的目的 来到达 主的救赎 的目的 所以 印 特别 要强调的 一句话 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 就是说 会发生 如果 我们的主 不是用 就是 他 不用这件事情 来为他的 这个目的 来 来 就是说 什么呢 就是说 所有 这个世界上 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可以利用起来 为他的 这个 这个目的 来救赎的目的 来 有效 来 工作 这就是刚才 这个 印呢 就是 在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实际上 我们看到 世界上 有很多事 我们可能 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估计可能是 有些不好的事 能牵得到 我们自己 和我们自己 爱的人 但是呢 没有一件事 主是 不能够利用 起来 来做一些 有效的工作 Thank you 刚才 印还说 他要再说点什么吗 如果不说的话 我们就结束 好不好 让印 走 印好像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件事 这样说 at a funeral in Adelaide and a very what shall I say a very prominent businessman who never went to church and was very skeptical not very interested in religious or spiritual things and didn't really care to know but it was his auntie whose funeral I was conducting I don't know what it was what was said in the service but afterwards when people were slowly going away from the crematorium and I was walking around not hurrying to get in my car I came across him and he was leaning against a wall the wall of the crematorium and he had been so broken apart really by the service by the by the realisation that you know death comes to us all and you know this life is not permanent this life in this world a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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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ed and I talked to him because it was it was like breaking an egg this hard shell that he had around him had broken apart now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here's an example of the Lord twice minute by minute hour by hour day by day week by week month by month year by year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to our lives and he uses all sorts of situations not always the situations that we welcome but he uses all sorts of situations to help make a breakthrough you know for people who otherwise would not be touched by you know by him through his Holy Spirit thanks Len yeah thank you Angel 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是过去在 阿德莱德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呢 他主持了一个 这个葬礼 那个葬礼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就是商业家 他那个 也不是 这个基督徒 并不信主 但是这个 葬礼完了以后 那个 当印就是 慢慢的向自己的 这个停车的 地方走去的时候 他就是 我这个 就是那电影厅的墙外 看到一个人 在那里 他那个人 已经都 非常的 这个 怎么说呢 沮丧啊 或者就是说 非常不安 他都不能把自己 就是说 好像能够 成为他正常的样子 后来印呢 就走过去 跟他聊 后来就是说 印就发现 他的这个 通过这个葬礼呢 他就觉得 这个人的一生 简直太短了 就是说 一切都是 暂时的 就没有永久的 所以他这个 一下子就想到 自己的生命 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所以他在这里 就是说 不知道 怎么去办好了 所以就是说 印举这个例子 目的呢 就是说 就会利用 各种各样的 这个事情 来 就是说 引导他的 这个 他所爱的 这个子民 Thank you Thank you Ian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an Well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have a rest Okay Thank you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 leading us in this group to connecting with what you are trying to tell us Yes Lord that is so important that for us to understanding and our life is is so many the things in our life but to do the a really powerful things from you Lord 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ing but you anything out of you out of your creation out of you teaching out of you arrange all have a power which which is good to someone who love you and who towards your leadership and particularly Lord today I'm so grateful to you that through that speech therapy and our pastor Ian's voice coming back thank you father that is great and all of us are so blessed and to have so clear voice and for us to enjoy thank you father for this beautiful evening and inner and spirit and mentally and also flesh bodily we pray in Jesus wonderful name amen amen thank you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Ian bless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thank you Sean thank you pastor Ian there's Sarah yes bye now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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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well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morning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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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 Ian離開了 我們 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繼續講的 歡迎大家 繼續討論 這個還再一次 婚姻一才 你有什麼要講的 沒有 或者介紹點自己 什麼樣 我沒有 我 我其實 我今天因為看到 你的那個 在群裡發的 那個信息 剛好就是 就是說 這個人的 這個 這個 因為我現在 這個 iPad 是拿著 在這個 Zone上 我要看一下 就是今天 這個信息 剛好是 就是我看到 這個信息以後 我覺得剛好是我這兩天 在在考慮的問題 就是說人世俗的這個善惡啊 還有這些這些 其實我因為我就覺得我現在 好像經常會碰到就是在我的周圍和朋友啊 什麼一起出去或者說是幹 就是有就集體活動的時候吧 經常我特別好像近年來我覺得有特別悲觀 覺得人的那種惡性 人的那種原罪真的是體現的淋漓盡致 我覺得人真的好勢力 人真的我越來越覺得有點不知道怎麼handle這些情況 所以今天剛好看到你這個標題我特別有興趣 我就說哎呀我現在來看看看看從神的這個方面來來來來給自己解決一下 就是說如何和別人打交道 就是有很多時候就覺得人性的這麼罪惡 我有的時候都覺得我沒有辦法處理 有實在好像有點像躲避的這種念頭 所以今天剛好看到這些那我就進來參加了 那這個結果我參加的心得其實也就是因為我進來都晚嘛 剛好我就覺得啊有一点特別就是對的 就是說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自己心裡是在主裡頭 主在我們心裡頭 那我們就會有主的力量 主給予我們的力量 我們就能夠處理好這些關係 那就是說還是要用一種愛吧 我也現在我也還是沒有確切的 就是說自己給自己想好 以後碰到一些 就是人的這些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 該怎麼處理 但是總的來說今天收穫就是說 還是要依靠主 阿們 阿們 謝謝你 太好了 今天是帶著問題來學來了 按我們過去那種傳統的說法就是活學活用 不過好像這一次因為你來的時候已經晚了 對我是進來的晚了 因為我想好的要七點 可是我就我現在真的腦子有的時候沒有實際觀念 等到我突然想說我今天應該七點我再一看已經過了二十分多分鐘 對 這個以後如果願意願意參加我們學習的以後歡迎你繼續參加 謝謝謝謝 因為我們有系統的了解一下在這個方面的一些教導 對 應該是很有很有好處 對 對 對 再次表示歡迎 謝謝 謝謝 大家別人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那我想有一個問題問大家 如果大家就是在你們你們其他人在肯定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就有很多不能接受的有那些人的罪惡那種視力呀 或者那種自私啊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這問題特別大 對我知道特別大 我就想看看別人會是怎麼樣就是讓自己 我現在今天唯一的收穫就是放寬心境然後放平心境有很多東西是就是人的罪性或者也可能是我自己有問題 但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讓主來引導我但是具體做法你們有什麼經驗可以介紹的嗎 那麼我從小呢就是就是一種仇恨的教育 我父親就告訴我要復仇復仇復仇 把他們的仇都包在一起放一大麻袋裡頭壓在我身上 對洋人的仇恨 對國民黨的仇恨 包括對共產黨的耿耿於懷 都隔我一人身上 所以我從小就鍛鍊的就是一種一種冷面冷酷仇恨 不饒恕苦毒 但是知道真正的僅僅光認識耶穌還不行 還得讓耶穌進入到我們裡邊成為我們內心的也就是內我的主宰 而不是靠自己的那個外在的flash 然後通過這一點上我就更新了 這個更新足足花了我差不多40年的時間 剛剛明白 所以別著急慢慢的體會吧 等到差不多的隨著時間 但是剛才你有一個話語很好 就是當你自己覺得自己不行了 當你自己覺得自己沒有辦法了的時候 那麼自己消失了 那麼神就出來了 當自己軟弱的時候 神就剛強了 所以讓神成為我們的內在的我們所謂主宰 就是主在我們成為我們裡邊的那一個掌盲權的 舉手位的就可以了就行了 別靠自己去去復仇或者是去仇恨 或者是甚至於我們有我有一些時候還還還祷告 讓主去去治他 讓主去管理他 這都是錯誤的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人生的一個經歷 然後慢慢慢慢讓我們純化起來 是這樣子 謝謝 我們這個學的這是史維登堡的著作 史維登堡的著作的一個 我覺得一個 當然它裡面是博大精神內容非常浩瀚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學了以後啊 關鍵是要對自己 怎麼樣進化自己 對 這個越學我也覺得我這個人是太差了 是不是實在話真是 我老婆子最最知道的 這個是 呃 那 外面別人不知道的 她以為好像你那個天天學 史維登堡的東西呢 學真理呢 學愛呢 滿口的講的愛啊什麼的 實際上我知道我都差多少 差太多了 這個史維登堡的東西我們學的一個最核心的 就是不是要去看別人的那個教育或者他信的對不對 而是要要針對自己 哎 這是最最核心的 要要要怎麼樣把自己弄好 把自己的事弄好 把自己內心弄好 所以這是最最核心的 謝謝 其實有的時候自己內心的感受 不同的階段是不一樣的 等到可能就是真正把主的這個放到主導地位的時候 可能就感受不到那麼多的矛盾和那麼多的掙扎了 我也是今天覺得是這麼一想感受到的 我們過去在傳統的基督教會裡面 我們經常有人會有一種概念好像覺得重生是 原來我在那經行會的時候有一個牧師 新來的牧師他給我們發了有一天發了問卷 問卷裡面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你重生了嗎 我當時我不知道我就說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說他重生了 我們現在學到了以後我們才知道重生是一生的過程 根本不可能是一次一錯而就 也絕對不是一瞬間就能完成的事 那是一生的事 那裡面要經歷的掙扎 經歷的這個痛苦 經歷的各種各樣的這個這個矛盾啊 這個忐忑不安啊等等 那是那可以說是那一直是一個 不能終止的功課 對 所以不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還有要講的嗎 如果沒有講的話 咱們今天晚上這個就到這好吧 謝謝大家晚安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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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拜拜 谢谢大家